作為全國乃至全球 紡織面料行業的風向標 和觀察行業發展新趨勢的 專業展會 今年剛剛開幕的第十二屆 江蘇盛澤紡博會上 有不少科技感十足的 新面料 新材料 下面我們就一起到現場去看一看 綠色環保 是今年紡博會的一大特色 不少展商帶來了再生纖維 可降解材料 航天新材料等展品 同時 一些科技感十足的新面料 也成為了關注的焦點 現在我手中拿的這個面料 也被稱之為是一個魔法面料 那它的神奇之處在哪呢 這款高尾密的尼龍面料 我們給它進行了印花的技術 那麼這種花形是有魔法的 它遇到低溫以後 顏色會變得更加艷麗 就是它遇冷之後 我們看到上面的圖案 會變得更加的明顯一些 對 它就叫一種冷面 其實是一種魔法的魔術面料 面料通常它會應用在哪些產品上 比如說在羽絨服啊 夾克啊 或者是防曬衣啊 戶外用品的面料上面 都比較實用的 這款面料因為裡面附的 我們特製的一個透氣膜 所以它會有 比普通的PUP更為透氣 除了面料上的創新 一些新的儀器設備 也逐漸投入到紡織行業當中 3D數字化技術的應用 能夠實時呈現面料的成衣效果 隨時隨地可以線上逛展廳選面料 在羽絨服劍上的 在羽絨服劍上的 在羽絨服劍上的